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一辈子棋 这个手筋 妙手 鬼手都是全日本所有棋手里边占第一位的 学习板田的棋几乎就等于学习手筋 妙手的教科书一样 板田荣在这盘棋里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板田的狠 局部计算的非常精确 打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非常的有趣 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这盘棋 这盘棋有板田荣南是黑棋先行 这个很古老的一三五布局 白棋挂这个 这个是球变化的下方 普通是挂这个或者挂这个 黑棋加攻 白棋再挂 黑棋再加攻 这一看就是两位的棋风都是喜欢乱战的风格 这个棋已经有点犬牙交错的意思了 针对上面这个结构 石井帮生策划了一个有趣的作战方案 先飞压 这个意思呢 先把上边黑棋压低 然后让黑棋呢在上边重复 这个黑棋是必须要走 这个局部定势呢 黑棋稍有便宜 白棋损了一点木 要按通胀情况 白棋是应该抢在这个大厂 但是这样一来呢 被黑棋一尖顶 黑棋再一飞起来 这个 这个也成固子 这个也是固子 白棋光围这个大模样 围不起什么东西了 所以 白棋这个飞压 不是为了围控 很有趣 先把这个跳起来 出头 然后 白棋贯彻原来的意图 让黑棋上边重复 这招靠 很有趣 这招靠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黑棋下力 白棋扳 黑棋扳 白棋还要挡海去 黑棋 如果长的话 白棋在中央里加工 这一带 由于上边 黑棋位置很低 所以黑棋这边 走得多厚 也没有用处 也是重复执行 还有一种变化呢 黑棋如果上场 白棋扳 黑棋倒 白棋再扬 黑棋再退 白棋从这里加工 这边 虽然很厚 但是这个地方将来有个冲断 黑棋这个地方 还是显得重复 还有一种变化呢 就是从上面扳 白棋就退 黑棋接住 白棋飞出 这三个子 和这边 还是配合不上 总之 白棋靠的意图 是想让黑棋在这一带 多下子 多走几个没用的废棋 黑棋呢 实在选择了 从下面扳 黑棋这个时候 还是不肯补断 因为你一补断 他这个冲的又来了 这个可以看成始终就是 放在这的先手便宜 局部是定势 但是走完了再一看 这几个子 都显得离这个外势 两道外势 离得太近了 这边要被白棋 一加工过去 右边这半盘显得 白棋的子里很开朗 这个是白棋整个一个 靠着一个整体的布局构思 也很有趣 实战中呢 这个板田不想在上门多下子 开拆 先在右边站稳脚跟 这里明显的大厂 再立 黑棋接住 这个棋呢 本身现在是 右上如果白棋再花一首棋 吃掉是本首 但是呢 这边一旦被黑棋尖顶到 这个冲断就便宜不到 所以白棋继续贯彻意图 什么意图 还想让黑棋重复 再断 如果黑棋 规规矩矩的走本首 打吃 这边便宜完了 在这边便宜 然后 白棋再选择飞这个 或者吃这个 黑棋这几个子 全没效率 也没目数 被压的很低 断 打吃 拐吃的 压吃的时候 如果黑棋提在底下 白棋就再追一次 黑棋如果接上 这个棋 白棋 再把这个藏出去 或者直接把这个吃掉 黑棋 位置也很低 总之呢 白棋这个冲断呢 是想让黑棋 屈服 但是没想想 板田是什么人 他这个身经百战 哪会被你 随随便便 就给捞走便宜呢 这个棋呀 但是板田也确实在这下了功夫 白棋一断之后 黑棋居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没下棋呀 仔细的计算 要下出最强的手段 要在局部 跟白棋 拼杀一场 算来算去 他居然敢把棋 接在这儿 这招棋太狠了 这招接 敢在这接 至少要算清后边的 三百种变化 就从上面这扭杀过来 卷过来卷过去 到底卷成什么样 都得算 哪点不算清楚就崩了 就敢站在这儿 这步棋体现出板田容的 这个实力 白棋现在也没办法了 你被逼到头了 这个棋只有作战了 跑掉 只好护住 这个地方都是双方最强的战斗 黑棋这个长 带有先手味道 为什么说 如果白棋从这儿渡过 黑棋从这儿一冲出去 这个白棋没法看了 整个的防线全垮了 挡不住 这个地方 你要往外跳的话 人再冲 你再双 人家再冲 这边已经损到家了 这边还是双方对共 从这儿捞着一点空 根本没多大用 所以呢 这个长 基本上先手 那当初说白棋这么打出来行吗 多打两个行吗 不让他尝到这个呢 白棋不是也是可以唬到这儿吗 但是被黑棋尝到这儿了 同样产生出了一个 往外冲的下方 白棋还是挡不住 如果你去挡 他一断吃 这几个又被吃了 齐筋被吃了 吃通了 这个黑棋总是便宜了 所以这一带呢 白棋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挑最凶的招法来应战 黑棋一长的时候 先把这儿补了 这你别想再从这儿冲出来了 黑棋这个棋 把这个挡下去 也是作战的先决条件 说如果我求稳 我劳劳实实连一个 那好那白棋稳的不得了 白棋过去了之后 这个角 最后最多两目火棋 这个棋 整体的还不是外事 还没火 白棋这儿捞了十几目控 这个棋 黑棋 作战计划全部落空 不能继续妄于这个冲断 因为你这么断人家的时候 人家至少的时候 有这个人先手 你还要去火脚 这个地方藏出去 或者藏出去 或者人拆出去 你这个黑棋 打击不到白棋 所以要想坚持战斗 不管是哪一种战斗办法 这个都必须挡下去 哪怕是挡下去以后 这几个子死了 也要挡下去 这个是作战的诀窍 叫棋从断处生 现在白棋不能硬这个 硬这个被 这个简单吃掉 棋就结束了 非跑不可 现在这乱套了 白棋也跑两块 黑棋也两块 这个也不死不活 大家顶着干吧 黑棋压出去 这个地方呢 这个显然板田 经过了周密的计算 他认为这么作战 黑棋可以 没问题 虽然复杂 但是不怕 下到这个时候呢 中盘已经进入了 第一胜负处 这个是 白棋 无论如何 这个 是要救出去 否则 白下 我们说 实战中 白棋下一步棋 这个说 还手 几乎就是败咒 这一下把作战主动钱啊 交给黑棋了 而且 有点人人宰割的劲儿 补这个当然很大 他补这个时候还憋着 从这儿要收脚 然后呢 这边走厚了之后 然后只要这块棋一出头 黑棋刷两块 白棋刷一块 总好的 但是 我们先回过头来 说说正确的下方 白棋 无论如何 应该 先把中央这块棋 救出来 当然他也是有漏算 这个石井邦生呢 以为 这地方 黑棋封不住白棋 他光想着这个 你如果走这个 好玩一场 你怎么封他啊 你外边这个也不厚 这个也不厚啊 都没活呢 封不住他 你如果走这个 他一爬 你一退 他再一拐出去 你也封不住啊 你得忙自己活啊 你不能说自己不活了 跟他一块玩命啊 但是这招棋 漏算了 板田有非常凶狠的打击手段 这个靠 太厉害 这个地方要注意 他还不能先从这儿叫吃 先从这儿叫吃 人家一接 这招就是勺子了 这个靠就没有了 人在冲 你断的时候 人可以尝这个 一招之间 乾坤逆转 白棋从中央一出头 黑棋三块棋都没活 这个就累了 这个就累了 但是 就是在这儿千军一发的时候 黑棋先单靠 妙手 狠招 这个棋 白棋漏算了 白棋到这时候也没办法了 只能冲啊 黑棋断掉 这个 白棋 这个时候不能走这个 为什么 你走这个 人家这个叫吃先手 你就被先手断开了 你再接人 再尝住这个去 死掉 白棋只能吃这个 这实景帮上 可能漏算了什么呢 可能漏算了这个 他没算到板田从外边打 这招外边打 太狠 他以为人从这打 黑棋这招打 本身不能成立 白棋现在可以成 你不能打到这了 你只能提在这 这一搬 搬死 所以走成这样的 很容易 形成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 就是黑棋这几个子 气紧 封不住白棋 但是呢 恰恰就是这样的棋形 这个板田算的 比对手厉害多了 从上面打 狠招 白棋现在不能提啊 提被他 这一退出去 整个的封住了 甚至人直接开棋 你也没招啊 你没 你打吃 他就接上 再打吃 再接 你封不住黑棋啊 不是棋的问题了 死掉了 粗粗一看 这个棋形 白棋好像已经冲出去了 黑棋封不住 黑棋 这也棋紧 这也棋紧 但是这奇妙了 黑棋确实有一条 能封住白棋的办法 因为黑棋这时候 如果封不住白棋 黑棋自身就崩溃了 但是这个时候板田呢 早就把这些东西都计算好了 打吃 你还是不能给 这个节也不能做 做这个节被人提起来 你没接材 只好接住 再要断 这个也只能提掉 黑棋这么封是封不住的 被他们一冲两冲 这个地方要冲出问题了 但是黑的有一个缓封 这招缓封 大妙手 虚虚的 看的不可能的时候 特别单薄的黑棋 就把白棋给封住 这个石井帮上 没有细算这里的变化 白棋现在要被封住了呢 这一被吃 一块两块三块 黑棋全解脱 白棋难受的不得了 白棋现在还一个难受的 就是 看明明现在还是有办法 救这几个子的 干看着不能救 说白棋这个时候呢 也还有一个 妙手脱险 什么叫苦肉计 什么苦肉计呢 搬这个 所以这个棋呢 有时候是不可思议的 往往将一路上这种棋 这两个还没救回来呢 你要吃了这个再搬 大家都看见了 居然这个棋也能搬 但是这是一部苦肉计 不能随便出手 搬什么意思 就是说黑棋 如果去吃这个 或者你去吃这个 随便你挑 白棋这个是不能要了 但是这招搬紧了 这个黑棋一气之后 白棋这个搬成立 这样呢 他把这个让你先手提起来 但是这块棋 逃出去了 这几个块棋一旦逃出去 这个黑棋还没有活 这个黑棋也不安全 白棋又有的可笑 所以白棋一路搬的时候 黑棋很重要的就是 不能去贪吃 一贪吃被人一搬出去 马上攻防逆转 你在冲的时候 他可以叫吃了 你在提掉 他可以接在这儿 你就怎么办 你去吃这个 他根本看都不看了 从这儿出去了 再提 你就算把这都吃了也没用 你这个已经全完了 说不能让白棋 在这儿有出头的机会 说白棋要一路一搬妙手的时候 黑棋是不是就没办法 硬了呢 那倒也不是 黑棋 现在可以收外棋 放你过去 这个棋 这个棋意外的 白棋倒也没招 从这儿冲 已经冲不动了 人家这儿一挡 你这儿不可能出去了 也不能走这个锦气 你人家就吃就吃就完了 你这个跑不出去的 这三个完蛋 只能退着走 黑棋打吃 白棋接住 黑棋去吃这个 白棋去锦气 黑棋去锦气 白棋去叫吃 黑棋提三个还是先手 白棋只好接在这儿 黑棋再把这个飞过去 这样呢 白棋不管好 总算把这个全救回去了 但是 中央提三个 太大 这三个一提 黑的全厚了 这儿要捞了一个先手 抢了一个脚 而且最要命 最让白棋痛心的 怎么这块棋将来还没火 被黑的一飞 眼位还不清楚 还得后手作严 所以这个局部 虽然说 有一路班 是妙手 但是这个妙手 白棋实在是不肯走 棋呢 是很有意思的 一种东西 两个人就是斗志 谁也不肯忍 不肯让 说尽管有这个妙手 白棋不愿意走 但是我们不能不给大家介绍 这招棋 是救命的招 局部 这是最 最强的逃出这个的手段 实战中呢 白棋宁可把这个全送死 他也不肯这么委屈的 从一路上逃 先刺一下 这招是好刺去 如果单去吃这个 被黑棋一压 这个或者 这招将来就 不见得刺得到 黑棋就有可能 他就补在这 先刺 这个黑棋 没得可选择 只能走这个 黑棋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一拐 一冲出水 这个黑棋自己崩溃了 所以这个时候 只能被白棋 先手便宜一下 白棋再把这个 吃回来 现在白棋要冲断了 所以黑棋 必须把这个接住 这样走了之后呢 白棋里边这个撕掉 白棋 换的代价是什么呢 他先手这吃了一个 然后 白棋所想的就是 最大限度的 欺负左上的 黑脚 逼着黑棋 在那收气 这样呢 白棋 也还可下 这个 飞了之后 如果黑棋 老老实去紧气 这里被白棋 全先手收光 白棋 再换一个先手 在外边开拆 这说不定 白棋还真是可以一战 尽管黑棋优势啊 但是 黑棋的优势 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问题是 板田还不干 不干 这个地方 不肯老实的收 先拐一个 要求宽气 怎么要求宽气呢 就是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黑棋先手一冲 这气就宽出来了 现在黑棋 一二三四五 武器了 这个地方可以先手吃了 而且这个一冲到 这地方出现了断点 它这边往外扔 也有先手味道 这个白棋 效率就显得不高了 所以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 无论如何 不能让它再多冲一下宽气 一定要紧住它的气 这个时候如果是直接去杀气 这个棋呢 黑棋也就快一气 这个江江的能把这个收住 但是白棋这个全先手收住了 白棋 标着在这开拆 把战线拉拉长 黑棋如果走这个 这个也屈服的厉害 将来被白棋 还是全收光了 但是板田的手筋 是在这 这招棋 准备牺牲白脚 抢先手 顾全大局这招 而且本身也是计算精确的好棋 如果白棋退这个 黑棋 这么退 这个目数 大太多了 所以白棋 受不了 非半仙就不可 这个时候就考验黑棋了 黑棋计算的 精确的不得了 不能让白棋 先手活脚 这个是这盘棋的关键 反靠 不能断 这一断就是束手 白棋只能吃这个 黑棋就接住 白棋提的当然是能活的 但是被黑棋只要拐到一下 外边这个白棋就碎了 一定要加住 黑棋再立 白棋现在 如果提这个 白棋是能活棋 但是这个棋 脚里是后手活 黑棋只要往这一扔 这个棋还要想办法做活 这个白棋靠这个模样 往这边开拆的战略目的 全完了 整个这块不活 这块也不清楚 将来这个 后半盘就不好下了 所以白棋 所以白棋一定要想办法 紧住黑棋的气 争取在脚里弄出一扇手活来 这个棋 板田中呢 如果是手一软 这弄一个后手 被扇手活了 这还真说不清怎么回事 但是这里边 藏着妙手 黑棋先紧气 白棋不能让他一手机度过 打吃 黑棋如果这时候接 这个就是大还手了 白棋紧气 黑棋紧气 白棋再紧气 黑棋 只好提这个紧气 就快一气 但是现在这个脚里是先手活 你将来等这个时候 他可以立在这 你等这个时候 他可以提掉作活 白棋先手活了 这也是先手 白棋再一开拆 这个全局胜负啊 还真是有一战 你这吃了一些干木 全收集提起来 黑棋优势并不算太大 白棋还可下 但是 实战中 板田有妙手 你想在这先手活 办不到 他接这个之前 铺 多送一个 绝妙 白棋现在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 黑棋不去接这个了 黑棋打吃 白棋提掉 黑棋在立下 白棋 不管是提 还是紧这个 黑棋都一铺 这里边 是一个双活 双活 双活完了 是个假双活 这块是死的 所以 白棋不行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他扑的时候 是非常巧妙的 白棋不能粘这个 不能粘这个怎么办 白棋就只能提这个 提这个 黑棋再接这个 这样白棋紧气 黑棋去紧气 脚里白棋变成了 后手活 这一个先手活 和后手活 差的就太多了 整个也等于 插出一手棋去 所以下成这个样子 板田王那一扑 白棋中盘认输 今天这白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